10月29日星期五 今日教會禮儀的讀經是《羅米人書》第九章一至五節 主題就是 保禄為了他的兄弟可以這樣說 我為了我的兄弟就是被詛咒我也心甘情願 可以見他對基督的愛很大 為了自己的同胞可以福全的緣故 為了愛他的同胞可以甘受一些犧牲、一些侮辱 而《路加福音》就是十四章第一至六節 那裡也是耶穌和法利塞人一種對峙 關於安息日應該怎麼做 所以耶穌問他們 你們中間哪個的兒子或牛 跌了到井上在安息日那一天 不立即拘捕他上來呢? 按照法律 猶太人就是安息日什麼都不做 不過耶穌拋出這個問題出來 讓他們都口無言 今天當我讀經的時候 這個時間起初我被寶錄的內心感情吸引著 他說他的憂愁極大 心中不斷痛苦 同時他在耶穌面前 在主面前 他不會說謊話 他流露自己很真的感情 這裏正正是為這個福音 《讀經》這個說話所感受 所打動 不過正在這個時候 還沒開始祈禱的時候 就收了電話 我就 有個 有個朋友就是 就是 用足我的車 發生一些意外 其實也挺麻煩的 其實我剛剛才知道這件事 原來因為我這幾天肯長洲思維 原來我這個親戚 就是 駕駛了一輛車 他不小心退後的時間 他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撞到其他人的車 都走了去 都不知道 當然 人家當然是報警署 警署 警署根據各個車牌 登記 車主找我 我昨天是 中午的時間是收到一些電話的 不過長洲思維 我自己看見 我自己不是熟悉的電話 我都 盡量避免聽 不要聽 原來 警察人打電話 找不到我 因為我是車主 所以 遇到人報案 那當然是 找我 查問我一些事情 終於 原來去到我家 去管理署那裡 查問究竟有沒有一個住客 那件事其實都平息了 都沒事 我說 那你解決了它 看看 互相私下 協調賠償 很少的意外 我都沒有什麼 不過今早收到 關於提及到保險的問題 如果要 好像對方索價比較昂貴 好像不合理 所以 所以有個可能性就是 如果報現疏又怎樣 要我查一下現疏的情況 那一刻我就覺得有點煩 很難 內心本來昨天都盛載到 不過今早收到這個電話 就 雖然間是間接一個 一個這樣的訊息 不過 內心就立刻 立刻 要祈禱的東西都放下 去找一些現疏的資料 內心就覺得很煩亂 然後也有很多勞騷 我覺得 你明明是借別人的車 為什麼要搞得這麼複雜 這麼不小心 很多的 很多的埋怨 內心都自責 我太太聽到我外面這些勞騷就知道 其實我不是對方 我不是向著對方說 不過我自己感覺到 意識到自己裡面有些情緒 有些不來犯 有些埋怨 不過因為剛剛想祈禱 所以這件事一放在房間祈禱 其實是為了一件很小的事 一個交通意外 可能是為了我煩 如果要保險 六成的NCB 都沒有了 諸如此類 又要我找找一些文件 我覺得是為了我 我是一個比較怕煩的人 裡面這些情緒 不感恩的經驗就是這些 覺得很煩厭 有些埋怨 有些主責 不過做了這些背後 覺得為何自己又會這樣 為何這些承載不到 有些覺得自己又不是太好的地方 這個就是做伊納雀靈修 即時可以碰到自己內在的感應 這裡立刻覺得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再看回今天的讀經 有些意思 我為了一輛車 少少的意外 生活上少自實有 我都沒有什麼很大的壓力 不過就 都浮現這些不安 還有這些勞騷走出來 你看到羅馬人書 寶錄說到自己 他說 我的憂愁極大 我內心不斷痛苦 可想到當時 寶錄其實受到的壓力很大 就是自己人 猶太人 又 中途 中途之間 不承認他是中途 當然是 就是 福全 在猶太人 外邦人之中 有些爭執 裡面 自己人 不太承認他的身份 在外面傳教也都有一種困難 很多 未必接受到他的福傳 福音的訊息 所以又不斷被人詛咒 所以他內心講到這裏 而且經常書信 所以都體會到他內心有一種幾大的憂傷 他的憂愁極大 憂愁 他這種情感就是憂愁 而且心中內心不斷痛苦 不過我的信念支撐他就是 他有愛 就是為了愛的兄弟緣故 為了 答應了 承諾了 基督因為曾經觸碰過他 就是要他去傳教 給耶穌的愛觸碰到他 給他這份親自的救援 讓他可以有一個很深的信念 就是接納了主 就是在主之內有一個很深的歸意 所以他願意為這個歸意 是很深甘情願 受負 好像基督一樣 所以這裡看到他 就是願意承擔這些憂愁 和痛苦 有一個很大的愛 就是 這份愛就是看到他的心軟 看到這個保禄 看到他的同胞 看到他的同胞 因為他都是猶太 就是他猶太 有猶太人的血統 就是他的同胞 雖然他是羅馬公民的身份 所以他看到同胞去拒絕耶穌的福音 有一種心痛 有一種心痛 其實轉化成為一種愛 讓他可以繼續他自己福全的步伐 相對今天看到那個福音 就是描述了當時耶穌面對的那些佛尼賽人 安息人什麼都不能做 即使是威脅到生命的 或者對人有些障礙的 束縛的 不方便的 總之就不行 法律上就不容許 這樣不行 那樣不行 安息人很多規矩 這個就是一種心硬 裡面雖然是講天主 相信 相信主 不過就好像很多規矩 限制了他們 內心一種很大的不自由 沒有辦法將這份愛呈現出來 所以當耶穌問他 如果你的兒子或者牛 掉了在井上 剛剛有安息人 你夠不夠出來 所以他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所以好像他們這份愛的動力 這份自由 這份心靈的自由 是被這些法律 這些宗教的規條束縛著 正確耶穌就是來 告訴他們 這裏不是天主的 不是天主的心意 這裏 天主的視野不是這些 不過 似乎他們未明白 即使去到保禄這個階段 他宣講耶穌這份福全的信息 人都未必接受 所以這裏 天主的救恩是被所接受 亦要歸依的人而設 這裏就看到一個對照 就是佛利賽人那種心硬 保禄這份心軟 愛就從有心軟開始 心軟化了才慢慢有這份愛 所以今天當我祈禱的時間 回想在這個車意外的事件 好像我也 為了我體會一下這位親戚 其實我未必體會到她的心境 其實就是 反過來如果是我借了別人的車 很不小心 自己也不想 不小心碰撞了 我的內心一定很內疚 覺得自己很愚蠢 很羞慘 很不好意思 不過如果這個階段 還要被人聽到一些埋怨的事 其實心裡很難受 所以這裏 當我祈禱沉澱到這裏的位置的時間 我是將心比己 即是 即是體會一下這份親戚 其實 我說這麼多說話 即使不是向著她說 我發這些勞騷的埋怨 都 都無補於事 其實都 免得這些說話回頭 讓別人聽到 讓她聽到 更加 讓她有一種心裡更加不舒服的感覺 自己又看到 連這些這麼少的事都盛在不了 怎樣可以去到保六個階段 即是 那種憂愁 那種內心不斷痛苦 都仍然能夠 甘心情願地接受 即是 這裏是一種幾大的聖德 幾大的一種信德 幾大一種為耶穌 為耶穌的緣故去愛這種動力 即是我們 相對起來 還是相對十萬八千里 在自己平靜 平安的時候 講靈修比較容易 不過 一遇到一些 生活上的小事的困難 或者一些 一些小小的問題 可能就會 自己都覺得有些upset 有些覺得困擾的時刻 所以 靈修是重要的 起碼都感恩天主要 我可以 可以 立著靈修 自己留意 察覺這個階段 那裏 知道這些是難以感恩的 自己察覺到 可以 可以接立 可以慢慢求主 恩典去改變 讓自己有份能力 可以承載多些 讓自己的內心 不單止不是心硬 而是 心軟 可以深遠 可以去愛 可以去為其他人 其他人 在任何情況之下 可以去愛多些 如果這裏是 這樣做法 即是 我們 扶暗中漢見 可能他都會 讚上我們這一種 這樣能夠 承載其他人的一種 一種行為 一種心意 好 今天就分享自己 小小的情感 在這裏 今天的祈禱 就讓我們 求主給我們 一份恩典 讓我們 心事上有一份 愛的意向 心事上能夠軟 能夠有一份 同情心 憐憫心 讓我們 心硬 心盲的部分 慢慢是 讓主的光照 去照亮我們 心靈黑暗這些部分 硬的部分 盲的部分 讓這些都被主的恩寵 照亮出來 都成為 我們整個人的恩典 能夠愛的恩典 而且能夠活出來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主有各位 拜拜